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油锅地狱 问 2018年10月7日 弟子如往常一样 礼佛结束 在观音堂诵经时 只见观音堂内云雾缭绕 不久 弟子一时陷入沉睡 迷迷糊糊中 来到一处地狱上空 大油锅地狱 丧尽天良 坏事做尽 罪业滔天的罪灵 从其他地狱惩戒后 堕此地狱下油锅 魂飞魄散 大约七八排的大油锅 每一排都有数十个 黑漆漆的油锅 非常整齐地 分布在这个地狱中 一个油锅 可以容纳多个罪灵 油锅前挂有牌子 分别写上 不同国家的名字 原来来自不同国家 凡丧尽天良 犯了天地不容罪业的罪灵 在其他大地狱 惩戒过后 就会发放到这个地狱下油锅 炸到魂飞魄散 这个地狱的油锅非常巨大 负责执行的鬼差 比无间地狱的鬼差还要高大 力气也奇大无比 其中一个鬼差对我说 我是这个地狱执法的鬼差 以前这个地狱没这么多油锅 油锅也非常小 现在时代在发展 人造业也非常快速 以前的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的人为钱 为民 为利 什么都敢去赚 去偷 去抢 坏事做尽 所以油锅不断在增加 我们只要接到告示 宣告完这个罪灵所有的罪业后 灵体就会被投下油锅 炸到魂飞魄散 从此天地没有这个灵体了 现在很多人在人间表面风光 有钱有势有地位 暗地里却又做尽坏事 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前世有修为的 吓到人间迷惑在尘世 罪业滔天 地府现在正在列出 这些在世洋人所犯罪业 只等他们福德漏尽 元寿忠实 即病鬼差前往捉拿 但要殿前审判 入各大地狱 受完惩戒 在传圣这里入油锅 在人间有名有利 有权有势又如何 又带不走 唯有夜随身 可悲可叹 鬼差 押送一个男罪灵过来 拿一张纸宣告 某某罪灵来自某某国家 贵为领导级人物 贪赃枉法 又故人杀害 与其政治有利害关系的人们 陷害忠良 又犯无数淫欲罪 甚至利用权力威胁逼迫女子 虽然在阳间无人知晓 但天地难容 此后在其他地狱受刑后 转发这里下油锅 说完 一把抓起罪灵投入锅中 罪灵沉入锅底 发出滋滋滋 灵体的煎炸声 骨头瞬间都炸没了 只剩下一些黑渣浮在油锅里 黑烟从锅底冒出 附在黑渣上 鬼差拿了个过滤网 把黑渣捞出 倒到油锅前的下水道 另一个罪灵也是一样 一张纸宣判 某某罪灵来自某某国家 在其国家有着不可小看的影响力 社会地位崇高 可是勾结无良商人 欺压百姓 私吞国家巨款 有牵涉数条人命 虽然一样 在人间无人知其罪行 此后先入其他大地狱受苦 惩戒王后下油锅 另一个罪灵 某某罪灵来自某某国家 帮助白盗黑盗洗黑钱 又官商勾结 贩卖国家军火 帮助权贵玩弄女色 从中收取巨额利润 犯淫欲罪 此后一样 先入其他大地狱受苦 惩戒王后下油锅 某某罪灵来自某某国家 黑道人士 走私贩毒 是帮派中有影响力的人物 杀人又从事 情色行业 让无数女子堕落 勾结高官人物 帮助他们为非作歹 死后一样 先入其他大地狱受苦 惩戒王后下油锅 看完后 弟子一时清醒 又回到阳市 答 真的是这样的 那些人 下了油锅之后的渣 倒到下水道 通向阳间的粪坑 慢慢地就生出各种小虫 从此 他自己的灵体就没有了 他没有意识自己是谁了 这个灵体从此就没了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这样 骗不了菩萨 骗不了鬼神 作恶一定会有恶报 很可怜很可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